三输关键卡位战家打西部前四二胜六负,快船队打不了高端局,他们还与魔鬼赛程安排。 NBA常规赛,快船队在客场惨败雷霆队,再次输掉关键卡位战。 快船队此意再次在第三节崩盘,要知道他们此前在与森林狼队争夺西部第一的比赛中也是三节崩盘输球,目前总计三次输掉关键卡位战。 在最近五场比赛中,快船队解二胜三负,除了输给雷霆队和森林狼队,他们还输给啼湖队,暴露了内线深度不足和轮换安排的问题。 不仅如此,快船队本赛季至今面对西部前四球队的战绩只有二胜六负,都两次输给森林狼队、雷霆队和绝金队,这让不少球迷质疑快船队是不是打不了这样的高端局。 快船队在全明星周末后有29场常规赛要打,与骑士队和勇士队并列联盟最多,而且他们还有七次背靠背赛程,同样联盟最多,这甚至包括一波七天五赛的魔鬼安排,还有24小时内连打两克队的情况。 考虑到快船队连输关键卡位战,外加赛程安排不友好,他们想争夺西部第一难度极大。